今天要说的是,贝尔米兹鬼脸事件,家里地板上出现人脸,被称为20世纪最经典的超自然现象之一。 30多年来,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幽灵怀疑者纷纷前往,试图目击贝尔米兹鬼脸这一怪异现象。 这就是西班牙著名的鬼屋,它坐落在盛产橄榄油的马吉纳山中的贝尔米兹村里。 老夫人玛丽亚是在这间房屋里出生的。 1971年的一个早晨,一个神秘的污点突然出现在玛丽亚家里厨房的地板上。 后来这个污点每天都在慢慢变化,最终变成了数个扭曲的人脸画面。 这些人脸有男性,也有女性,大小和表情也不尽相同,但看起来都非常令人毛骨悚然。 玛丽亚一家被这些人脸吓坏了,他们试图将它们给擦除,可无论怎么擦洗,这些图像依旧存在。 无奈之下,玛丽亚让儿子米加尔用叠稿将出现人脸的地面给破坏掉。 米加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那天的情形,她说,我用稿头把混凝土地板淘掉, 然后用新的混凝土重新把地板修好,整个地板看起来像是新的,可是让我一生中感到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 就在第二天早晨,那张脸又出现了,而且就在同一个地方。 不久,更奇怪的是发生了,几个星期,几个月,几年来,在那个房间里,一群一群的面孔在那里出现。 一动,米加尔说,就好像有人在我们家里召开幽灵会议一样。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,那些鬼脸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,有些人不愿千里跑去看个究竟,连一些科学家也对这种现象感到不解。 特异现象的调查人员来到那个房子,在房子主人的同意下更换了地板,并把那间房子封闭了三个月。 当这些调查人员重新回到那个房子时,那些鬼脸又出现了,调查人员还在那个房子里进行了录音,结果录到了奇怪的声音,似乎是那些面孔在相互交谈。 从那以后,这座房子就全世界闻名了,房子主人不仅要与那些奇怪的面孔分享房子,有时是正常的脸面,有时只看到凶恶的眼睛盯着你,或者手脚张牙舞爪地伸出来,房子主人还不得不接待络绎不绝的莫名参观者。 直到今天,贝尔米兹鬼脸也是一个没有解开的神秘现象,后来不仅老太太的房子里有,另有一家的房子里也出现了这种怪异图像。 西班牙超心理学协会主席佩德罗·埃莫罗斯说,我们将要进行新的调查,比以前进行的调查更彻底。 他补充说,在玛利亚老太太死前不久,被协会在她的房子周围保留了一些混凝土地板,另有一些则放进了条件良好的实验室里,那间房子的混凝土地板上出现了更多的面孔。 其余的房间则没有,经过调查发现,那个房子的地基下曾经挖出好几块骨骼。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,那个房子建在一个骨坟场上,一开始那个墓地是罗马人的,在摩尔人占领时期又成了穆斯林墓地,因此有人提出了鬼魂说。 可是,这一说法并不令人信服。 有些好奇的人要求在那个经常出现鬼脸的房子里过夜,但不知是出于保护人们的心理,还是另有一些原因,都遭到拒绝了。 那么,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所谓的鬼脸出现呢? 完全是人们的想象,好像不是,是人们的迷幻,有这么多人产生幻觉,好像也不可能。 真的是灵魂在现,恐怕只有天知道,希望介入调查的科学家能够早日找到答案。